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 这是药门间的恢复方案 您审阅一下吧 话就放这儿吧 怎么还有事儿吗 董事长 您是不是给书信派新任务了 没有啊 怎么了 也没什么 舒心这几天一下班就走 而且晚上很晚才回去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你别瞎醒啊 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了 远远啊 你找个适当的机会 出去散散心 别心思太重了 那我先出去了 我杜八哥今天很不高兴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有人在杏杜的厂子里 抢了杏杜的风头 先是把鸭箱里的货卖出去三分之一 然后 又搞了一个漂亮的电脑网页 使我的厂子声名远播呀 陈建平啊 看来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来来来 建平 来来来 来 这海南没什么好的土地产啊 这都是营养品 你把它带回去 给你老爸老妈尝尝啊 来 这是两招机票 后天飞北京的 杜总 这 你叫不了几天杜总了 该开口叫我老爸了吧 你该带着娟子 去北京见见你的老爸老妈 再说了 娟子也应该认人们 让老人家看看 怎么 让幸福充昏的头脑 是怕你销售的提成跑了 你放心吧 钱我给你留着 等你从北京回来 货款差不多都到 我先给你提成10% 等你把我压箱你的货 全卖出去以后 我再给你加提成 给你30% 怎么样 30%是多少 你知道吗 120万 120万呢 养我闺女 够了吧 571% 2% 但是 我at 哦 我想留给我一个朋友 或许可以卖一些老年户装补 这儿做倾诉空间 什么想法 其实很多老年了 特别有倾诉的欲望 但是他们的家人要么没有时间 要么就没有耐心听他们讲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空间 让他们尽情的去倾诉吧 不错 再找一些心理专家做定期的咨询 效果就会更好 好主意 接下来 饿了吧 中午想吃什么呀 还不饿呢 先别吃了 再想想还有什么要调整的 再说一会还要去接小草 你就别去接了 我去接小草了 小草这孩子呢 我特别喜欢 我趁这机会啊 可以跟他好好建立建立感情 建立什么感情 我又没说了 要答应你是吗 那你也没说不 那我现在说不 你干嘛 这有点疼 放赖 真疼 那我帮你 我让你喝 你喝 我看他奶疼 他也奶疼 你做什么 你唱什么 真的有奖命 你真好啊 怎么样 哈哈哈 阿姨 到的忙就过来 大大人了 我这是下的了厨房 上的了厅堂 以后像我这么全幼的 你说呢 不许对人家自己就蛮好的 来 安妮姐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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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我给书兴包了一堵老洋汤 待会儿你给书兴送过 让书兴和韩山一起喝 他还跟韩山在一起 阿姨 书兴给韩山租了个仓库 十年五十万 他烧的吧他 他是想让韩山的事业烧起来 他妈都养了他三十多年了 我也没看他对他妈这样 他人在那儿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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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来接你回家 没事 我是小草妈妈的朋友 她妈妈一分有事情 所以那我来接她 来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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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叔叔了 叔叔还跟你建作魔术呢 怂了你 先生 真不好意思 你不认识吗 怎么在今天想找 叔叔呢 谁呀你 大白天的拐卖儿徒了 谁会叫我们吗 伯母 白山啊今天有事情 所以让我先消消回家 我那开车来的 我送你回去 你这车几个轱辘 我车四个轱辘 架上备用的才五个 是吧 我告诉你啊 我孙女这级别啊 最少也得做六个轱辘以上的车 比那车不够格 走 好 好 谢谢叔叔 谢谢你 这个能不能建得太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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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你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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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穿偷偷偷 你慢一点 你到里边坐吧 没事吧你 我还是跟您进去吧 你慢点 你慢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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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我来 你慢点 我来 这 这是园间路宅 你 你不得想 我去不得了 怎么 开什么开 木拿虎 你慢点 你慢点 干什么呀 我帮您看看 又疼死了 我轻点 对不起 我轻点 其实 人年龄大了 这关节特容易扭伤 所以 您以后出门尽量少穿高跟鞋 万一扭的脚脖子多不好 看来你还挺了解老年人的 是 我最近学了好多 我 我正打算把这儿 变成一个老年人的 休闲活动中心 我还想 我还想 还想做一个老年人的倾诉空间 解决一些孤独啊 和心理上的一些等等问题吧 Peach 是 真的答案 我也是 孤独是 朋友也酱 请求请求 当然可以了 阿姨您怎么了 我的儿子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 离家出走了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让她离开她 妈 你别说了 我送您回 汉山我这次来就想找你 你知道你是个带了孩子的女人 而舒心县的家庭事业 都是非常好的时候 你要是如果爱她 我是女人 如果我爱这个男人 我一定会放她一马 你离开她 能做到吗 你能不能不说了 草儿 听奶奶的话 拿这个 照她的脸 就死了 拿着 快去 不听话不是好孩子 快去 听奶奶的话 去去去去 去 多思量一下 你怎么来了 谁来了 这个又有孩子 你怎么干嘛呢你 你这孩子 你怎么回事 你干嘛这样做 你干嘛这样做 对不起 这孩子不懂事 孩子不懂事 他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的 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我跟他一般见识 你说我跟这个 没有教养的孩子 一般见识 妈你别生气了 小孩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阿姨 我不是判决 我不误会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要你这儿子 我也不能让这样 没教养的孩子 登我的家门 怎么回事阿 怎么回事阿 这么宽的路干嘛挡道 那是因为你不走正道 放着阎关大道你不走 你专走那万那行 但是跟你这种层次的人说话 我都觉得丢人 你丢人 你丢人丢在家里呀 谁请你到这儿来的 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 你还说啥呀 在这瞎白乎啥呀 我要是你呀 我就找个没人的地儿 把这边脸皮一丝贴到这边 这叫啥 这边没脸皮 这边二皮脸 懂了吧 你没你家的人 真没教养 你才没教养呢 我告诉你 老天爷在天上都看着呢 你没你 你就没干好事 你把脚给崴了知道不 老天爷惩罚你呢 我告诉你做着要善良别成名 挂着一副臭鱼里 你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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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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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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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这是 你松手 别碰我 你刚给他揉完脚 我嫌他臭 哎呀 不比我不知道啊 一比我才知道我自己命苦啊 我这命可是真苦 哎呀走了半片的路 累得腰酸嘴疼 我没人管 谁管我呀 是吧 草 哎呀别人有人管 奶奶没人管呢 没人心疼 妈 去那儿玩去 不管怎么说 人家是到咱们这儿来的 他再不对 咱也不能对人那样 是吧 你都看到这是赖我呀 庄强做事的劲足了 我就见不到这种人 真是 那口袋里有俩臭钱 他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你不能到他家去啊 你要嫁过去啊 两年用不了 我告诉你 把你给捏个死 不能去啊 还还还还不让我们进家门 就好了 我扶着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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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去 我扶着男人 我扶着男人 说死不去 就是不去 不能去 妈我知道你为我 你为什么 我什么时候 我真的 你唸 oriented 忘记走了 不能去 真叫为难吧 你婆婆够联 你妈也够联 你说她们俩哪儿来这么大旧 一件面上一个字 是好 将来又有两个这样的 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 将来的日子 那得给她们订过规矩 一个当老大一个当老二 和刘之班 那谁当老大谁当老二 都担惯了一辈子老大了 老孩子咱们俩当老二也差不多 你当老大啊 你领导她 我不敢 我要当老大 每天都在遍天上 我跟你啊 你只能我是不是 你只能为你 那不可以 你自己活脏 你也不应该 你少了 你别想和刘之编 你那也不想和她们 你也不想和你 特别不好的事情呢 看了都特别好 啊可有精神 你别美了 是不是你婆婆还不一定 你别美 我愿不愿意受两个婆婆的气 还没定呢 我想啊 这俩婆婆的气啊 你是肯定得受 不过我能做到一点 我会好好找 看着你这样诚恳的态度 我也会好好照顾两个婆婆 看着你这样诚恳的态度 我也会好好照顾两个婆婆 天平 天平快帮帮帮帮我 还有贝斯多了 你看 这个是买给你爸妈的 这个呢 是买给你弟弟的 还有 和气的 买这个 铁子饭 怎么样 是买给你 想你爸妈想的吧 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说你爸妈会喜欢我吗 云南 来 坐这儿 坐下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不管我说出什么 你都要坚持住 好吗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一年前 我在一次意外中 死了一套生 我知道啊 是我和我爸救的你吗 可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活下来了 包括我的家人 我之所以不能立刻回北京 是因为我要挣钱还债 我欠下了上百万的债 就这么回去 等于再去送死 还有 就是我一直在骗你 其实我已经 已经什么了 已经结婚了 是 我已经结婚了 我有老婆 还有孩子 我才不相信的 你又在吓唬我 你上次就是在吓唬我 你在骗我对不对 你后来 然这日本家园子 都加了 你也是在门上 但你还记得 那个在韩山的女人 记得 他就是我 你的孩子叫啸草 看过来六岁首人 这些电话都是我打 你了 你不行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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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骗我 孟正 别自动好了 孟正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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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正跟你说好了 孟正 孟正 我什么都不要跟我说 别跟我说 我相信你 真的 杜总 你手续办好了 交了两千块钱押金 老师跟我说 你怎么刺激他了 绝对没有 杜总 我想 可能是因为明天就要去北京了 他有些兴奋 娟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把你先送到太平间 我自己了的 哪儿去啊 上厕所 还需要批准吗 他上厕所了 他上厕所了 我去 唐 这小子还不出来啊 上厕所你操什么心 他把娟气成这样 他跑了怎么办呀 行 行 我去 我去 苏医生 怎么样了 杜鹃啊 醒过来了 快请你看看吧 谢谢 苏医生 谢谢你啊 郑嫂 醒了 天平呢 你 轩 他还在厕所蹲着呢 你 你 你 娟儿 我这就叫他去啊 你等着 娟子 跟爸爸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天平欺负你了 爸 天平是不会欺负我的 我是老忙病犯了 我 就要回个北京 你高兴成这样 还是看电视看的 你可爸爸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天平对我真的很好 我昨天就是看电视看的 我记得我一直哭 然后就 什么破电视剧 这全胡别乱造了 这不屠材害兵吗 院子 以后这个电视剧不要看 特别是电视连续剧 那全是瞎变的 听话啊 跑了 瞳瞳 瞳瞳 跑了 我不好好的吗 跑什么好 不是 不是 不是你跑了 陈天平跑了 他从错过跳窗户跑的 你一天到晚出了张嘴放屁 你还能干什么正事 是真的 你醒了 你醒了 正早 穿个躺着快 别着凉了 快点 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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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快点 我们下午的飞机去北京 你先腌好两瘾 好 然后 咱们再去北京 你放心 我说不定 小子 你听话 先养病 把病养好了再去北京 你这样去北京 让人老人看见你病民央央的 真不实担心 听话 先养病 以后那些烂电视剧就不要看了 怎么又哭了 爸爸说错了 他说得对 我以后给天平的父母留个好印象 都能让老爷为我担心 你别闹了 你慢点跑 韩珊呢 你慢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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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珊呢 来来来来 你过来一下 爸呢很少过问你的事情 我 算了 我不绕弯子了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你和那个孩子相处的怎么样 你妈呢她有些事情做的不大妥当 你告诉她别太在意 没法 其实这件事情啊 主要还得看你们俩的态度 感情这个事情啊 还得你们自己做主 你得实话告诉爸 你喜欢不喜欢书欣 我觉得小伙子挺不错的 你妈和她妈妈之间的事情呢 不要考虑 你就实话告诉爸 你喜欢不喜欢书欣 行了 爸知道了 行了 做饭去吧 你怎么知道 我学书了 我学书了 你怎么办 我学书了 你不懂 我学书了 你不懂 我学书上来 我学书了 我学书了 你看看啊 我学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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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闻啊 你没闻啊 什么事啊 爸 想要我跑一趟 这是本非啊 妈 你 你要让妈知道了 咱家可没安生日过 那你就行啊 让这张纸甩你扫个一辈子 你嫂子对你 对咱们家到底怎么样 她心里得清楚 做人得有良心 你呀 下午到盘子坐去 立立松松地把那个糊口削了 行 可是爸 你这事千万别让妈知道是我做的 一鸣 你说我什么呢一鸣 你还不来揭妈一把 妈 快来揭一下 你看您这是上美国买鸡蛋去了 你这是 给你这么大一个包 五十个鸡蛋 这超市特价 猜多少钱 一块钱十个 一块钱十个 便宜啊 你怎么才买五十个 才买五十块 一人就买十个 我买五十个还少啊 带什么东西这是 妈 您这是换了衣服接着买啊 小片没算好今儿发现了 要不然我最少我也得买他一百个 行行行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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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好停停 来 好 来 来来来来来 来 慢点啊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啊 来快快慢了慢了 来来来来 来 小姐 这咋着你他们毛手毛脚的 胡经理这是打算过来做专职 还是做兼职啊 我一个故人就打打下手 谭山在吗 他呀 他在 介不介意我进去参观一下 参观学习啊 欢迎 来 你们不对仓库的整体结构进行改造 只做这种表面文章 充其量也就能坚持几天而已 我不懂那些大道理 我就知道啊 韩山用不到一万块钱 就整成这效果 我挺佩服的 一万 我们跟您恰恰相反 我们什么都不缺 就缺钱 不要拿这种表面文章自名得意 市场很快就会好好给你们上一课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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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就这种路边的东西 就这种路边的东西 你们也拿进来板 你们也拿进来板 我说这屋怎么有股群传气啊 还没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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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 还不断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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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姐姐 姐姐 来 杜鹃 谢谢你 给我流了条路 别把我想那么好 我只是给我们两个 流了条路 我不陪你为我这么做 我不是为你 我是为我自己 天平 你的真名叫什么 高与飞 高与飞 这个名字在下年 已经没几个人 还记得这名字了 他跟你苏晨 别挂晨了 不 你爸 你妈 你弟弟 还有韩珊 他们肯定一辈子都记得 对了 天平 你家住哪儿啊 离公园吗 我们家住在那城里 离后还很近 这开窗户就能看得好好 每天早晨天没亮 就可以听到公园里人们在吊嗓子 长京剧 好 那时候我爸 我爸 很喜欢唱了 我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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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平 让我们一起回到从前好不好 你什么都没说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是陈天平 我们就当时做了一场过程 只要梦不醒 就没人知道这是梦 那些梦醒了 恐怕再接不上了 我累了 想自己待会儿 你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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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璇 我希望下辈子能够补偿 你出去吧 我想休息 来这儿 来我来我来我 没事我来吧 慢点啊 小伙子 好 好久不见 看来你最新的日子过得不错吗 没有不错 我不是说过吗 抬腿就有力 我只是在走路 当然 这也包括 喜欢往别人的路上插一脚 原助理找我有事吗今天 我想我们俩之间有一些事情需要了结 请说 韩珊 虽然我们俩之间算不上朋友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毕竟同事一场 我今天只是想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 来劝你 不要再纠缠说心了 其实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而且在感情上你也是过来的 你知道感情对于男人来说是什么吗 只是男人身上的一件衣服而已 穿着新鲜然后再换其他一件 男人要的不是女人 是身份 地位 面子 你除了对书欣有一些新鲜感之外 还有什么 身份 地位 面子 这些你一样也给不了她 而且当你这件外衣 她穿得不再新鲜的时候 你就不担心 她就随手把你扔进垃圾桶里吗 谢谢袁助理提醒 如果真是这样 袁助理真的没办法 既然是衣服 早晚会被扔掉的 等到扔掉那一天不就好了 我只是想劝你 在自己没有被丢弃之前 趁早离开书欣 对不起 看来这个男强 我一定要撞了 道歉